大甲妈组绕近 今天上午来到了嘉义新港乡 不过却发生了意外 由机车被夹在路旁的 乡客巴士跟货车之间 造成了一死一重伤 台中大甲妈绕近第三天 来到嘉义县新港乡 软轿行经轮载桥 队伍拉得好长 宗教盛事相当热闹 但在此之前 有民众为了抢看热闹 因此送命 富人躺在地上 全身擦错伤 奄奄一息 赶紧抬来担架救治 而载着他的张姓骑士 则是送到医院前 就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宣告伤众不治 原来张姓男子 跟他的朋友肖姓女子 为了赶到轮载桥 公营大甲妈时 不明原因突然左切回转 后方要再点心 给前方绕进队伍的小货车 闪避不及 当场撞上 向前推进好几公尺远 最后机车 惨被夹在路旁的乡客巴士 以及货车中间 夹在货车与游览车之间 现场两名商者 都接中伤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 骑士惨被夹在中间 鲜血直流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现场玻璃零件碎裂掉满地 后座乘客则是多处骨折 外伤有生命危险 一名欧卡 我们立即将欧卡的患者 作为该有的组织 送往大临持续医院 警方到场后 立即封锁南下车道 开放单线通行 舒缓车流 整起事故原因 不排除为车速过快 未注意车前状况 以及双黄蟹回转 应还有待进一步离新 记者张俊荣嘉义报道